大家好 幫幫彤彤看天下 我是彤彤 我是班班 我們今天就接著來講這個 中國經濟的這個影響 就是他定了 中共要定這個國安法 要強推港版的國安法 到底對他會有哪些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用這個 中國旅美的經濟學教授何清漣 他是個經濟學者 他的分析 那何清漣其實長期對於中國的經濟 有非常深刻的觀察 然後他不會用很浮誇的 或是太樂觀的 就是認為說中國的經濟就會垮啦 或是馬上就沒有啦 他不會這麼樂觀 他就是用數字來講話 那這次這個國安法的問題 我覺得是很罕見的 他說的很肯定的幾個數字 那包括就是說 他回答法國廣播公司的這個採訪 講幾個重點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濃縮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 中共錯辦情勢 他攻擊了最主要的金主 美國 除了攻擊他的總統 除了在貿易協定上面拒絕旅行 那最後的結果會是造成就是說 他自己會損失 直接的損失就是他的外匯存體 因為外匯存體來自於訂單 外匯存體來自於美國的 他對於美國的粗糙嘛 那第二個就是 戶辦形式 就是他有高債務 現在中國的高債務已經高到 就是說開始發行地方債 那地方債其實也發了很久了 我們不知道他們現在 在繼續用地方債這種事情 地方債其實有好幾次的起伏 曾經他們發了地方債之後 又禁止地方可以繼續發行地方債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一個無底洞 可是他現在已經無路可走了 無招可想 所以又繼續說要發行地方債 第二個是高債務對不對 第三個他有高失業率 核心人估計 現在中國實際的失業率 可能已經突破了30個百分比 因為還要把農村的人口算進去嘛 那中國的失業率經常的計算的方法呢 就是用城市的失業人口來算 他根本不把農村人當人就對了 好那這個三個東西整個加起來 其實他大爛零頭了 可是狼戰顯然是不會回頭 所以我們從攻擊金主這件事情開始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高博 如果有一個人呢 每一天每一年跟你的公司的訂單呢 是五千億美元 然後有一天 就是他來跟你講說 我的股東有意見 那你可不可以 你也對我有一些採購 一千億好了 結果你的悍然拒絕 悍然拒絕之後 炒了兩年之後 從2018年到2020年 終於簽了合約 兩年之後簽了一個合約說 要採購大概是逐年 兩年中間要採購兩千億 至少把這個數字平衡一下 就平衡回去兩年兩千億的話 就是平衡回去一千億一年嘛 也就是說把這個逆差變成是 這個四千億好了 結果簽完合約之後又不履行 那個徹底得罪金主 到底對他有什麼好處 其實這個美國對於中國崛起 是最大的工程 如果當初立克森不派這個Kissinger 去偷偷地訪問中國 那中國現在恐怕早已經完國了 在我的看法了 但是所以他只能夠崛起 經濟崛起 當然最主要原因是美國嘛 美國給他的訂單嘛 現在美國也是最大的 這個對中國來講是 對中國來講是中國這個 入朝最大的一個國家 那個主要的這個外匯存體 都是靠這一塊嘛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去得罪中國 這個我們也是想不通了 唯一的就是可能一個人 因為經濟崛起認為 他的這個文宣也好 他自己講的也好 我看到的這些文宣 往往把中國的崛起 認為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不管在軍事上經濟上加起來 加重起來已經是 那這樣吹吹吹大概自己也認為 已經是平起平坐了 得罪客戶也無所謂 也沒有什麼感恩 沒有這一套 所以你不爽 尤其這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當大家攻擊他 責備他 他就乾脆把他的這個 甩到美國 甩到其他地方 完全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川普才有喜歡這個習近平 到最後是不願意跟他講話 對 由開始的這種 對中國認為 把他崛起 會走向民主 一直到現在 變成非要等於於中國脫鉤 讓他走入歷史 我才想 現在全世界民主國家 大概都有這樣的公式吧 我想就是說 像中國這麼一個國家 而且是 它的崛起 是對別的國家 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大家都對這個政權感到恐懼 我基本上認為 尤其這個武漢肺炎 這一發生 使得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我想 目前來講是時間的問題了 大家都想盡辦法 怎麼跟中國保持個距離 那這次法國 法國廣播公司 就問了何清廉這個問題 我覺得非常好 非常具體 他說 他說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2號在人大會上面報告 第一次沒有提出 今年的經濟發展目標 然後他說 目前經濟下滑 失業率上漲 扶貧攻堅跟全面小康 有幾個巨大的目標 這個壓力非常可怕 這個中國手上還有哪些牌可以打 何清廉講得非常直接 他說無牌可打 就四個字無牌可打 他說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近15年 往前推15年 因為他每五年就有一個經濟目標 那近15年的經濟政策 中國最拿手的刺激經濟 就是投資 還有地方政府跟企業舉債 刺激政策 針對的主要就是鐵公機 房地產對不對 然後以往設定目標 比如說經濟增長率 曾經是8%啦 10%啦 這種其實 這個歐美國家都做不到的 經濟開發的 已開發國家其實都做不到的 中美經貿戰打開之後 他就自己呢 把他調整 調整成六個百分比 現在連六個百分比 通通都不用去管他了 所以根據這個目標呢 政府決定貨幣政策 企業決定貸款的規模 地方政府決定他的項目的數量 可是你現在過去 大家看到他的數字出來的時候 經濟學家還可以做評比一下 你還可以去估算一下 現在沒有數字的時候怎麼辦 對啊 現在我想他這個 目前也是第一次嘛 這樣說起來是從1994年到現在 每一年都有經濟指標 只有今年沒有 那我想也許就是這個疫情 整個經濟會壞到什麼程度 他大概也不敢實話實說 如果真的這樣估計出來的話 可能會影響士氣 當然他也更不敢搞一個虛假的 那麼以後也有後遺症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是其實是已經困難重重了 即使在沒有這個疫情之前 整個經濟都是往下滑 而且他的總債務是他的GDP 303% 303% 三倍以上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一個中國這個國家的經濟 在過去他靠的是所謂的兩個硬金 一個是外銷 因為外銷 所以有這個外銷的這個差額 那現在外銷訂單 因為疫情關係沒有了 而且殘遠來講 美國也開始抵制了加稅了 所以他外銷已經沒有辦法了 當然剛剛你講的內銷就是他的國內建設 主要靠房地產 那房地產已經現在都下滑的一塌糊塗 而且蓋的房子已經超過這個需求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 這個已經也熄火了 所以當你兩個人眼鏡都熄火了 那你現在還把最大的客戶也得罪了 所以這個已經是死路一條 在你死路一條的時候 你最後一招還去動香港 那就是根據何清廉 那就等同自殺了 無牌可出 因為何清廉在講這個無牌可出的時候呢 他也舉了就是說 像這個有些這個媒體啊 像華爾街日報 就有這樣的評論出來 就是說中共呢現在呢 不急著打出刺激經濟牌 那何清廉就說 根本不是不急 而是沒有牌可以打 沒有牌可以打 你可以看到底習近平急不急 習近平非常的急 因為習近平在二月的時候 就已經喊出要復工 二月喔 你其實回去看這個資料 二月就喊出要復工 而且他當時就譴責 就是封城的這些城市啊 反應過度 他說你們都反應過度了 這樣子對經濟的傷害是很大的 所以應該要趕快復工 所以記不記得我們講二月十號 他就復工了 二月十號他就復工了 對 因為那時候台灣呢 二月十號 班機就是到二月八號二月十號 就是要等他們復工 所以很多人在二月十號回到中國 他們二月十號真的復工了 台灣有很多人在那個時間 就飛回去中國 可是後來一發現說不能復工 又停下來了 所以又有些城市呢 就是談他們的復工的時間 就是往後走 所以二月確實是二月 我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小三通 還一直都不斷行 我覺得那時候很有意見 所以我對這個時間 記得非常清楚 在習近平不是神隱了一陣子嗎 後來出來之後 第一個訪問就是武漢嘛 是 因為武漢一直沒有嘛 所以那個時候 正式的復工 好像是四月十號 就是他訪問武漢之後 他認為要復工 但是疫情並沒有控制好 所以現在我們也常常看到 很多地方都爆發出 確診的情況嘛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至少表現一點 他很在乎經濟嘛 是 他很在乎 但是他沒有料到就是復工了 沒有訂單 雖然的訂單沒有 所以 也是 也是 也是等於 挺工的情況嘛 可是他現在搞狼戰 就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 何興仁分析說 你不但負債比過高 你沒有訂單 然後你又得罪你的金主 再來他還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他說中國的人均的房貸的數字 已經到達高達了45萬人民幣 這個代表說 當你沒有收入的時候 大部分人不會消費 所以他的兩個引擎 一個是外銷 一個是內需 內需也不會有 對 還債的錢都沒有了 對不對 這個問題很大 這是一個連鎖反應 你還債沒有的話 銀行就要處理你的房地產 房市要跌 所以這個問題是一連串的 而且這個問題是從 從年前好幾年就開始 慢慢地在 但是這個疫情來等於 加速地崩潰 所以這個 這個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我才感到非常意外 我相信其他的國家的人 都會感到非常意外 你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要跟美國為敵 那麼故意地去記錄美國 尤其這個武漢的這個疫情的這個事情 這個是非常不智慧的 我基本上認為是不智慧的這個 這樣做是你自己大概真的衝回了頭 認為你中國崛起了可以跟全世界抗衡 還是你的這個幕僚對整個事情誤判 因為整個的經濟即使沒有這個疫情 你也是往下走 而且速度非常快地往下走 然後我們今天要破解一個長期以來 大家的這個錯誤的這個印象 其實這個都是媒體搞出來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認為說 中國持有美國最大的國債 這是錯的 持有美國人最大的國債是誰呢 美國人自己 超過51個百分比 就是美國人自己買國債 那其他的呢 是各國的央行 尤其是外匯存底很高的這個央行 幾個國家 最高當然是中共 他持有的就是 美元進入中國之前 因為他不是一個國際貨幣嘛 所以進入央行 然後才換成人民幣 在這個中國的國內流動 所以何欣賢說的很清楚 其實外匯存底 不但不是央行的資產 它是央行的負債 你有多少外匯存底 你就有多少負債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嗎 那他抱著這些外匯存底在手上 他必然要去做一些 比較消極的被動式的投資 因為你如果做積極投資 如果賠光怎麼辦 那是你的負債耶 只是暫時parking在你手上 好那這些錢呢 有一部分呢 他就放到了這個美國的國債裡面 所以這個都是負債 把它parking在那裡 這些錢其實是可能是美商的錢 台商的錢日商的錢 全球投資中國的錢嘛 好所以這個持有美國國債 並不是中國人的錢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問題是 何欣賢提出一個事實的數據 他說在這麼多年來 尤其這兩年 中國的外匯儲備比較吃緊 中國雖然聲稱保持三萬億 就是三兆的美元的外匯存底 他說實際上並非如此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向外國資本出售中國的債券所得 這是他高負債的地方了 那這一點呢 中國政府也承認 其中最大的買主呢 是美國的投資機構 原因是因為 美國的政治呢 民主跟共和兩黨有一些矛盾 比如說加州 他就大量把他的這個退休金提 就是去投資了這個 這個中國的這個市場嘛 那現在呢 美國的資本呢 回流了一萬多億的美元 一兆美元早就已經回去了 所以呢 但是還有五千多億呢 並沒有進入企業投資 一萬回去的 一兆回去了嘛 但是還有一半 沒有進入美國的市場投資 他們回頭去買了三千億左右 是中國的債券喔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多高 那最近美國 包括川普他說第一個 聯邦的退休金不准再投資 在中國的債券 再來是他們去壓著加州的投資長 不准他們加州再把退休金投放到 這個中國的股票市場上 那這一點來 高博士您怎麼看 對表面上最好的時候 他是有外匯存體三兆美金了 當然這三兆美金 它也真正的很多就是剛剛講的 逼此投資 一個自己發行債券 跟美國發行美國債券一樣的嘛 等於逼此投資嘛 所以不管怎麼樣這些錢 有一部分是因為外銷 大國內銷而賺來的 但是賺來的也是人民的錢 但是這個人民的錢也是台商的錢 也是他自己國人的錢 但是因為大家認為中國這個局勢不穩 對這個制度沒有信心 所以就有很多的這樣的錢 外匯透過外套 所以另外一兆大概也花到一帶一路了 這些灑錢的灑掉了 或者是投資下去 別人沒法還的大概一兆 所以真正剩下來的大概不多了 所以我想最近答應要向美國購買農產品 或者是這些石油這些 也只買了500億嘛 所以也是落後 我想就是它可以動用的外匯 可能已經是不多了的關係 我想表面上看起來 哇三兆不得了 但是也有很多美國的 到中國投資的公司 那些人的錢 有美金進去了 換成人民幣投資公司 所以這很多的錢 當然它都動用了 所以我基本上認為 在經濟不好的時候 你這個外匯很快的就會消化掉 就消化掉了 所以它本來就已經亂用了 然後之前那個房地美 房地美那個損失 其實都不知道有沒有平掉 平倉平掉 這是當然很久了 那我們因為還有更多的議題要討論 今天時間沒有辦法講完 就是另外一個是人民幣的問題 人民幣當時被放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籃子 五種貨幣裡面 大家就以為說 從此啊 人民幣就要取代美元了 那現在今天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下一集破解 良好的睡眠體質是維持健康的不二法門 為此 Apollo Fiber Inside 不斷創新研發 Apollo Fiber Inside 養生暖電 採用獨家超纖維電熱 及溫控技術 可安全地持續使用 並保持溫度55度C 經過檢驗證實 只要在白天加熱4小時 就能殺死床墊 及棉被內95%以上的塵蠻 消除塵蠻及過敏原 讓您熟睡一夜好眠 1